而因凤凰颱风来袭 在台东山区的部落 已经开始测村了 就怕会像这个莫拉克风灾一样 土石流的灾情会再次发生 所以爱国普部落 一共有36户的人家 简单收拾好行李 就连忙搭乘国军的汉马车 来到邻近的学校安置 要是这个颱风 要在今天晚上 可能登陆我们这个地方了 挨家一户的拜访 就怕一路了哪户人家 凤凰颱风 凤凰颱风让台东山区拉警报 大五乡爱国普部落严防灾情 就怕一旁的土石坡 会像莫拉克风灾来袭时 被大雨冲刷酿成灾情 安全起见还是得收拾打包 全家撤离 台风来是不是都要这样撤啊 对啊 每一次都会这样子 就是那个土石流啊 就是旺益啊 准备好了没 好啊 有的人自己开车 老人家行动不便 就靠热心的国军弟兄来帮忙 送上国军汉马车 暂时到了邻近的爱国普分校安置 整个台东地区 我们预制了12处 有242元的这个兵力 在每一个乡镇里面 这个村落里面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马上就进行这个撤离的这个动作 眼看雨势越来越大 慢慢的也刮起了阵风 爱国普部落一共36户 将近60名村民战时都获得安置 只盼父皇台风带来的灾情 不要太过严重 旧长姐 卢一红 台东采访报道